嘿 皆さん 歡迎來到丁霸日常 我們今天把我們的朗德的裝備稍微換了一下 不對 是換了很多 來看一下 武器的部分還是上一次買的那把巨人服 頭盔一樣沒有變 雙拉爾的一個專用頭 有加2的野性狂暴 項鍊的部分我們把愛麗取之間來裝上了 主要是他的加1技能 跟我們的那個 集中竊取3%的生命 衣服的話是西鋼 這邊的話就是兩件有 偷取10%的生命 衣服本身是電抗跟反傷 西鋼的手套 就是攻速加30 腰帶我們是換了夜菸 主要是要他的抗性 我也沒有其他等級比較低 然後適合他穿的 鞋子的部分我們換了一個哥布林的腳趾 主要是要他的那個25%的粉碎打擊 會這樣子湊呢 因為既然都要拿遺產了 那乾脆我們就在那個 直接來個比較適當一點的 遺產的狀態 來去 打打看 因為我們畢竟之前都是在 沒有遺產的 應該說少數遺產的狀態下 去做拖荒的動作 我們今天呢 就 全套來穿穿看吧 OK 那我們準備要出發了 有兩隻的 可以叫兩隻狼 是不是 也沒錯 好 看起來應該會輕鬆很多啦 好 看起來應該會輕鬆很多啦齁 那我們上一次呢有把我們的那個狼歡 點出來了齁 放棄加血量 就全力投入到 攻擊啦齁 啊 因為畢竟我們 七缸然後再加上那個 愛麗曲之眼齁 我們的 吸血應該 可以到 10幾%吧齁 固有的 固有的吸血能力應該可以到10幾 那再加上野性狂暴一個浮動的吸血齁 理論上呢 安全性應該是 可以 有一些安全性在齁 好 那我們 目標就是 超市啦齁 我們來去找那個 迪亞布羅聊聊天齁 那路上如果有遇到 一族爾的話呢 就順便再挑戰一次看看齁 那就 let go 我們在旁邊的 氣味道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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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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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還是順利的打掉了齁 出乎預料耶 但是小怪比較難啊 當然 我們有加這個粉碎打擊對我們幫助也很大 OK 我們把暗黑打掉了 然後 果然還是要有遺產齁 進戰果然還是裝備要齊全 才會比較 輕鬆一點 這樣 那我們就盡快的把普通 拳破了齁 那現在的等級是26級齁 那 技能的部分呢 我們 我們是元素不點 然後只有點變形跟召喚 那主攻還是召喚系 狼變這一邊齁 狼變這一邊齁 這樣 只要施放了以後 馬上後面跟著一巴掌下去 怪就死了 那他連傳染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招可能要再練一下 好用啦齁 只不過要稍微熟悉一點 那召喚的部分呢 我們單純就是用來當彈的 那這一點 還有兩點的技能 我想再思考一下 要看要怎麼樣分配 到第五張的時候 那初步看起來呢 武器的部分應該是還行齁 就是商店貨 但是應該還行 如果要到傷害要到67的 這種巨人符的話 可能要多刷一下這樣 那當然有其他的暗金武器 在25級左右可以拿起來的話 當然更好啦 多好就用多好的武器 這樣子 好啦 近戰還是比較 累的齁 尤其是像這種 純近戰的齁 對 所以 有愛 才能比較玩得下去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午再見囉 掰掰